眼前这三个小日子正准备切腹自尽 一旁的龟田却胆小的每种下手 远处的美军突然投下了一颗原子弹 巨大的蘑菇云腾空而起 冲击波阵快速起来 龟田见状准备自尽 这是一个男人突然赶来制止了他的行为 带着龟田快速逃跑 最后一同跳进了深井庄 但巨大的火焰也随之袭击而来 男人用铁板帮助龟田挡住冲击 而自己却因此遭受了火焰的剧烈燃烧 等巨浪过去 龟田完好无损地活了下来 男人则被燃烧得面目全非 可下一秒 男人的身体竟快速痊愈 没一会功夫 就恢复了原貌 而此人正是狼叔 这操作可把小日子龟田下了 殊不知这也给将来的狼叔带来了灾难 转眼间 时间已经过去了几十年 狼叔自从被注入爱德曼金属改造后 先后跟着X战警参与了各种战役 但自从他最爱的女友凤凰女离开他之后 狼叔就此隐居在了丛林中 与一头大灰熊共同生活在一起 直到这天 他的大灰熊突然被人杀害了 狼叔很是气愤 他根据毒箭的味道 来到一家酒吧找到了杀害大灰熊的凶手 就在准备要了结其性命时 一个红发女突然拦住了他 女人叫雪絮 他的主人是狼叔当年救下来的龟田 但如今龟田已精灵不久 他临死之前期望能见上当年的救命恩人 狼叔本想拒绝 但实在招架不住雪絮的软魔硬袍 来到日本后 狼叔才发现龟田现在已经是他们当地最富有的商人 随后 狼叔见到了这个已经白发苍苍的龟田 身患绝症地躺在病床上 他看着这个几十年未见的狼叔 对他仍然保持着当年的容貌很是羡慕 而龟田找到狼叔的目的 竟然就是为了获取他体内长生不老的基因 甚至还冠冕堂皇地说是为了帮助狼叔去掉长生不老带来的痛苦 真不愧是小日子 从未见过有如此 厚颜无耻之人 狼叔果断拒绝了龟田的无理要求 到了晚上狼叔突然在睡梦中被一个女人抢吻 当他睁开双眼 只见狼叔嘴上冒着绿色的鼻气 惊醒的狼叔本想跑出去追 却不见了踪眼 而就在这时 却发现龟田已经龟田了 但拥有预知未来的血绪却表示 第二天 狼叔一同参加了龟田的葬礼 但就在这时 狼叔突然发现这些僧侣身上居然有纹身 他事感不妙 试图拦住龟田的孙女真子 僧侣眼看身份已经被发现 二话不说 直接朝着狼叔射击 场面陷入一片混乱 而让人意外的是 狼叔中枪后开始头晕目眩 他看着自己的伤口 难道狼叔的自愈能力失效了 眼看真子就要被杀手强行带走 狼叔忍着伤痛伸出钢爪攻向敌人 虽然狼叔拥有着强大的战队 利用锋利的钢爪刺向敌人 但失去自愈能力的狼叔 战斗力明显有所下降 随着杀手越来越多 狼叔也有所招架不住 危急时刻 楼顶上的弓箭手 及时帮助了狼叔 随后 狼叔带着真子快速撤离 在弓箭手的配合下 两人趁机逃到了高铁列车上 暂时脱离了危险 狼叔看着愈发严重的伤口 很是不紧 自愈能力怎么会消失呢 他来到卫生间处理伤口 可就在这时 一群杀手突然冒了出来 狼叔随即身处钢爪 与对方撕打一起 力掌下去 直接划破了列车车厢 在激烈的战斗中 更是从车厢打到了车底 双方紧紧勾住火车 只见狼叔用钢爪砍断了敌人的想法 对方瞬间飞了起来 杀手连忙再次掏出小刀勾住火车 眼看即将撞倒障碍物 狼叔和杀手快速跳跃 在巨大的冲击力下 双方再次掉落在面对面 狼叔随即心生一计 假装后面有障碍物快速跳跃 结果直接将这个杀手给送走了 而此时 另一名杀手正试图在车顶上对真子下手 狼叔随即掉头 利用巨大的惯性冲向杀手 再解决了所有的杀手 他们逃到了一座小岛上 而这也是当年狼叔曾经救下归田的地方 两人也暂时摆脱了危险 狼叔还时不时又当起了伐木工 真子逐渐也对狼叔产生了好感 日子一天天过去 长时间的相处两人的感情也得到了升温 过上了没羞没骚的手 但美好的日子总是等待的 这天早上醒来 狼叔发现真子突然不见了 他事感不妙 着急的快速向外跑去 只见两个黑衣人正试图将真子抓走 狼叔一跃而跳 愤怒地向前追去 结果不料被对方打中了大头 狼叔强忍着疼痛 一把将黑衣人从车上拽了出去 但可惜的是真子还是被强行带走了 而就在这时 雪旭找到了狼叔前来帮助他 为了尽快找到真子的下落 他们找到了真子曾经的未婚妇 在狼叔的逼问下 对方也说出了真相 原来归田在临死之前 就将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了孙女真子 但儿子小龟田却对此极为不满 为了抢夺财产 小龟田派出杀手 试图将真子铲除掉 而之前葬礼的杀手 都是小龟田策划的 孙女与儿子争夺财产 这操作也是简直了 与此同时 真子果然被小龟田抓了过去 试图威逼真子放弃挣扎 可就在这时 一群蒙面黑衣人突然闯了进来 将小龟田的所有守卫 全部都给干掉 而领头的正是龟田的主治医生 他还有另一个身份 变种人蛇精 随后便将真子给带走了 等狼叔赶来 也已经为时已晚 这里已经空无一人 在经过一番搜查过后 他们在一具尸体上 发现了真子的线索 很明显这是对方故意留下的 但在去之前 狼叔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必须尽快恢复自己的自我自育能力 正好这里有一台X扫描 而通过扫描才发现 狼叔体内居然有一只机械虫 正是这东西抑制了狼叔体内的超能力 而这也是前几日蛇精 偷偷亲吻狼叔输送到狼叔体内产生 为了取出这东西 狼叔伸出钢爪 在自己肚子上划出一道口 然后直接将手伸了进去 强忍着痛苦试图将虫子取出来 可就在这时 小龟田突然身穿战甲闯了进来 雪须健壮 为了帮助狼叔拖延时间 不得不与对方撕打一起 但雪须的战斗力明显不是小龟田的对手 而此时 狼叔也终于将铁虫取了出来 但他的心脏却突然停止了跳动 好在狼叔身上的伤口正在快速愈合 就在小龟田即将杀害雪须的最后一刻之际 狼叔终于恢复了过来 伸出钢爪挡住了小龟田的攻击 随手一挥 就将小龟田给甩了出去 面对战斗力强大的狼叔 小龟田竟不知死活 一次又一次地向狼叔发起挑衅 虽然他一刀下去在狼叔脸上划出一道伤痕 但没几秒就恢复了 随后双方再次撕打一起 最后更是被狼叔一脚踢飞 狼叔本想看在真子的面子放开一门 结果这家伙不知死 拿着剑就从背后偷袭狼叔 结果直接被狼叔的钢爪了结了其性命 随后狼叔来到了目的地附近 但此时对方已经在附近埋伏了一群杀手 只见黑衣男子偷袭狼叔一脚踹飞了出去 接着埋藏在附近的数十名杀手将狼叔团团为主 狼叔拼尽全力与他们撕打一起 虽然狼叔现在已经恢复了自愈能力 但面对如此之多的杀手也难以挣脱 对方更是趁机甩出铁网将狼叔给困住 骑着摩托车在后面拖着 好在没多久就利用钢爪撕开了铁网 但怎料对方杀手着实太多 只见狼叔利用钢爪引到了后面拖拉机 在解决完这波杀手后 狼叔快速向前跑去 结果又被前方一波杀手围住 他们一个个向狼叔射出弓箭 没一会功 狼叔就被无数只弓箭困住 而这个男人更是不讲武功 在弓箭上涂满毒药后 朝着狼叔直接射了出去 在一轮又一轮的围攻下 狼叔最终瘫倒在地 等他醒来 发现自己已经被捆绑在机械上 双手被死死的给困住不能动来 而就在这时 幕后黑手蛇精也走了过来 正是他策划了这一切 目的就是为了抽取出来狼叔体内的爱德曼金属 狼叔在刺激下伸出钢短 结果却被其扣住不能动来 而这时旁边的铁甲战士走了过来 看这造型 也是爱德曼金属打造的 只见他伸出锋利的长刀 试图将他的钢爪砍掉 危急时刻 真子及时赶来抱住了铁甲战士 最后导致其尸手 直接劈开了捆绑狼叔的机械 挣脱束缚后的狼叔本想带着真子快速逃离 结果铁甲战士一个跳跃就追了过来 狼叔随即快速冲上前去抱着铁甲战士一平坠落了下 狼叔刚站立起来 铁甲战士就挥刀劈了下来 狼叔拼尽全力用钢爪试图抵挡他的攻击 结果对方又伸出另一把大刀 直接砍断了狼叔一只手的钢爪 狼叔疼痛地倒在地上 还没等狼叔反应过来 铁甲战士再次挥起大刀向狼叔砍去 好在狼叔一个翻滚跳了下去 与此同时 下方的毒蛇已经等候多时 只见他撕开一层蛇皮 完成了又一次进化 直接朝着狼叔喷射了一口82年的拉肚 接着又挥起旁边的大铁筒 好狼叔咋去 狼叔再次向下坠落 在如此轮番攻击下 强悍的狼叔战斗力也有所下载 狼叔趁机抢夺了一把他的长刀 然后趁气不注意 从背后砍掉了其脑袋 然后再抱着他双双向下坠落 狼叔险些坠落地面 好在及时抓住了铁王 利用紧剩的钢爪向上爬去 就在即将攀爬出去时 铁甲战士趁机砍断了狼叔另一只手的钢爪 然后再一把抓住即将掉落下去的狼叔 但他可不是好心要救他 只见他伸出钢针吸管插入狼叔的钢爪内 试图将狼叔体内的永生基因全部转移过去 这时铁甲战士也露出了真容 这人居然是龟田 原来龟田并没有死去 这一切都是他的阴谋 用假死的方式 再利用狼叔对真子的保护 以此获取狼叔的永生之力 狼叔着实震惊 没想到当年救下龟田之后 这人不仅不感谢自己 还试图杀害自己 而随着狼叔体内永生之力的不断转 龟田开始变得年轻 狼叔已愈发虚弱 就在龟田以为一切就要成功之际 真子拿起狼叔的钢爪悄悄走过来 直接刺向了龟田 随后 狼叔也摆脱了束缚 身体也恢复了正常 他掰开龟田的站起 伸出体内原本的骨刺刺向龟田 小日子彻底隐恨西北 不过这剧情真不愧是小日子设计出来的 爸爸跟女儿争夺财产 女儿又干掉了爷爷 而在故事的最后 真子也成功继承了家产 但狼叔还是选择离开了真子 与雪絮踏上了新的争承 而就在多年以后 一个神秘人在机场找到了狼叔 此人正是万磁王 拥有金属体质的狼叔 在他面前简直毫无用处 他告诉狼叔 现在地球变种人岌岌可危 正被人类研发出来的哨兵所消灭终结 现在所有的变种人急需女帮助 话音刚落 时间突然静止了下来 他回头一看 多年未见的X销售也来到了这里 一场拯救变种人的战争即将打响 关注时说已慢 更多精彩持续更新